近日车祸评传 玉里分局为了宣导 路口安全大执法 禁止酒后驾车 长者驾车安全 以及反诈骗等警政的工作 特别来到了东里进行宣导的活动 县议会副议长潘岳霞 也亲自到场鼎力协助宣导 对维护社区治安 交通安全的重视 也希望大家能够配合警方 近日车祸评传 玉里分局为了宣导 路口安全大执法 禁止酒后驾车 长者驾车安全 以及反诈骗等警政工作 来到东里进行宣导的工作 华林县议会副议长潘岳霞 亲自到场鼎力协助宣导 对维护社区治安交通的重视 由于东里社区长者居多 所以除了宣导九一大执法之外 更是针对长者驾驶器机车 安全进一步的说明以及宣导 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老旧的机车 都可能会机械的负载 所以九九的话 到机车行巡一下 扎车或能力 有时候你其实好好的 但是机械的问题 就没有办法去控制 玉里分局表示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密集的地方 比较容易发生各类碰撞事故 根据历年统计 交通事故中 约有六成发生在路口 为了加强路口安全 九月一号起 玉里分局已经展开 围起一个月 路口安全大执法 以减少事故 并建立路口停让文化 主要还是希望 借此建立民众 对于路权礼让 遵守交通安全规则 并且养成良好的用路习惯 记者高松霜 玉里 不理采访报道